来到位在南投的国立技能大学 校园内绿树成瘾 清清草地定人看了心旷神仪 不过最近却有学生提出质疑 怀疑校园已经被民众党渗透 而吹哨者还被副校长私讯指责 让学生怒控 校方搞白色恐怖 秋后算账 本身就涉及了行政部中理 他可能是心虚吧 所以他就把对话收回 副校长不解决问题 反而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那我觉得这样子是非常不好的教育释放 相关证议起源于 日前晋能大学公共行政相关科系 IG现实动态 转发民众党真幕僚实习的讯息 有学生提出质疑 却被副校长发私讯 就连其他学校的学生也看不下去 认为副校长已经涉及行政部中理 相关的联系其实是在下班以后 他会非常慢时间 而且也是私人的一个联系的一个过程 所以学校本身并不会 就是说针对这件事情 特别表达立场 那当然我们也觉得说 这件事情我们会觉得比较遗憾一点 有大家这样的一个想象 校方强调 这些讯息是在下班时间传送 属于私人联系并不代表学校立场 不过这说法学生无法接受 要求副校长为自己的言行道歉 明时新闻张家伟南投报导